《红楼梦》是一本文学价值极高的巨著,而作为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,书中每个人物的存在都有其发挥的空间,譬如贾桓一角,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繁华五千年。 贾桓是贾宝玉同夫异母的兄弟,因为赵姨娘畸形的教导,贾桓被贴上爱搞小动作,不成气候的标签。 贾家如日中天,贾桓小家自弃的做法的确是有损大家族的颜面,只是没想到身受黄温的贾家有一天会被抄家。 贾家是树到狐尊散,没想到这时候却是贾桓挑起来贾家的大梁。 他不仅承袭了爵位,还为贾政养老送终,让贾政直呼物是人非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突袭抄家,容府倒台。 贾家衰落时早有预兆,抄家确实来看猝不及防,当天晚上贾家正在为贾政举行接封宴。 容府大院聚集了一众亲朋好友,达官显贵,正当众人把酒言欢食,下人突然急冲冲进来禀告,说是囚都尉来了。 贾政心想,我也这囚都尉素日并无来往,他怎么来了? 虽如此,贾政还是命人去把人请进来。 说话间,人已经来到二门,这下贾政终于意识到来者不善了。 果然,囚都尉一道,就把贾家的亲朋全赶走了,只留下荣宁二府之人。 忠顺王爷随后而道,他是来宣读圣旨的,圣旨的内容是,奉天承运,皇帝诏约, 原非借领兵破贼之计,与荣枪勾结,收受贿赂,已被灵池处死,献来贾门查找罪证,凡有敢违背者,一律处死。 押送贾政,由是贾荣往京内监牢后行,亲自。 反正只要是以前贾家习以为常的人情事故,现在都被事无巨细罗列出来, 就连当初假设为了得到几把扇子,害死了一个人的事情,也被挖了出来。 成为了一个罪证,荣宁二府百年积累下来的奇珍异宝,不到一会功夫就全部被抄出来,摆在院子里。 这不抄还好,抄到贾连房里的时候,在床底下找出好几箱房契地契和档票, 这下凤姐放高利贷的事情也暴露了,又给贾府添了一条罪状。 这只是荣国府的情况,民国府可比这边惨多了,家产被抄得精光不说,人也几乎全部锒铛入狱。 最后,由于北京王出面,荣国府保住了府邸和一部分财产,整个荣国府一下子乱了套, 平时不过问家事的家老太太,一下子成了顶梁柱。 家老太太活了八十几岁,暂不少提及,在贾家最艰难的时候, 贾老太太把自己的私房钱拿了出来,分给小辈。 从儿子贾舍到曾孙贾兰,贾老太太都有考虑到,但是同为孙子,贾桓却没有被提及。 从小一直被忽视的贾桓在这一刻爆发了,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了,大声抱怨, 为什么所有人总是捧着宝玉,却把我抛在脑后,死老太太。 说实话,贾桓的一番话的确不得提,从小跟着贾桓长大的小丝上来劝道, 爷,你还是少说几句吧,老爷知道又该生气了。 现在我们家又是这个形式,你也该长大些才是。 小丝的话,非但没有把贾桓说动,反倒被贾桓给狠狠踹了一脚, 贾桓骂小丝说,你是什么东西,敢和我这么说话,给我滚。 贾桓这样不得体的行为,简直就是日常操作。 最后,他为什么能习成贾政的爵位,究竟是什么原因? 玉子辈唯一的继承人,经过一系列的问罪惩处,最终皇帝保留了贾家的爵位。 不过贾舍已经被流放,所以这爵位也就落到下一辈身上。 荣国府从易子辈的合法继承人有三位。 分别是贾脸、贾朱和贾宝玉,贾桓式输出,原本是不能继承爵位的。 贾脸受父亲贾舍影响,是绝对不可能继位,再看贾政的两个嫡子贾朱早亡,贾宝玉压根没有当官的心思。 《红楼梦》除了贾家由盛转衰的主线外,其实还有另一条贯穿全书的线索,那就是贾宝玉悟道的过程。 贾宝玉生天生灵胎,一颗透彻的心为他平去世间一切乌烟瘴气, 他身在富贵温柔乡,却能一步步迈出人间的诱惑。 尤其是林黛玉去世以后,宝玉大彻大悟,就差一步便能顿入空门。 试问这样的贾宝玉,怎么可以承担起贾家的大任呢? 此来想去,最有可能继承荣国公爵位的也只有贾桓了,这个决定一下了,贾家所有的人都炸了锅,就连父亲贾政也是震惊的。 贾政说,这个结果实在令人出乎意料啊。 在贾政的心中,根本就没有指望过贾桓,没想到最终要靠这个不成气候的儿子来决定贾家的走向。 看来皇上仁慈,却不完全仁慈,他可能是想利用贾桓搞垮整个贾家。 刚成为贾家的最有权力的人,贾桓那叫一个沾沾自喜。 还跑到贾政面前炫耀,他说,父亲,没想到吧,最后是你最讨厌的儿子,继承了你的位置。 贾政听了这话,起得吹胡子瞪眼,大声吼道,插出去。 但是贾桓的任性是一时的,在愚蠢的人终究会长大,贾桓心里装有权势,而且爱背后是阴招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 但这样的令人厌恶的缺陷,必要的时候会成为一种戾气,用来保障自己。 贾桓的阴险和宝玉形成了鲜明对比,但它确实比宝玉更适合挑起贾家大梁。 在贾桓的掌管之下,贾家想要恢复以前的光鲜,那是难上加难,但是聪明人都知道,凡事都有一个过程,就算把贾家交给有才华的贾兰,贾家也不会一步登天。 退一万步讲,贾桓毕竟是贾家人,就算是出于维护利益,贾桓也不敢胡作非为了。 事实证明,在与各种各样人周旋的过程中,贾桓成长起来了,他成了合格的荣国公, 贾桓主动承担起为贾政养老送终的任务,相信这时候的贾政已经对贾桓有所改观。 不过,一个人的内在是改变不了的,贾桓有一个致命的缺陷,那就是目光短浅在他的手中。 贾家的注定是要原地踏步的,不过没关系,不在贾家内部搞幺蛾子,贾桓就算圆满完成自己的任务了,因为主角是下一代贾兰。 贾桓在继承贾家的爵位后,成功达到了一个普通人的水平,从前唯一点迎头小利,干出丢人的事情,也没再发生过了。 贾桓改变如此之大,到底是因为什么? 宝玉出家,石头落地。 前期,贾桓总是作为一个滑稽险恶的形象出场,尤其是面对贾桓玉,贾桓总是容易干一些极端的事情。 例如有一次,王夫人命贾桓抄写经书。 得到王夫人的重视,贾桓刚开始还挺开心的,和王夫人的侍女彩霞,有说有笑。 可是没一会,贾桓玉来了,瞬间吸引了全部人的注意力,贾桓马上不爽了,看着桓玉睡在对面,于是贾桓生出了坏心思。 他故意把竹台往贾桓玉那边移动,然后假装不经意把竹台弄倒了,滚烫的竹油直接烫伤了贾桓玉的眼睛。 事后,贾桓害怕了,他再一次被王夫人请了家长。 贾桓的母亲赵姨娘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女人,看自己儿子故意伤害他人,赵姨娘非但没有教育他。 反而赞许他,因为贾桓玉受家老太太的宠,成了整个贾家的中心,所以赵姨娘就把桓玉当成头号敌人,生怕以后贾桓一无所有。 贾桓一直被父亲和祖母忽视,本来就没有安全感,结果她最信任的母亲还一直给她灌输贾桓玉会夺走她一切的思想,这让贾桓越来越憎恨贾桓玉。 贾桓玉一直被贾桓玉的光环落照,邪恶种子萌芽的同时,内心害怕也一直生长。 贾桓玉一直希望得到贾正的认同,随着贾桓继承爵位,贾宝玉出家为僧,一切慢慢有了改观。 贾桓心里的那块大石头总算是放下了,加上赵姨娘也早就不在人世,少了一个对贾桓发泄负面情绪的人,让贾桓更有时间来审视自身。 贾桓是胸无大志,但不是一个傻子,她绝对不愿意面对外人的耻笑,贾桓成为荣国公,外面可是有成千上万双眼睛在盯着她呢。 要是贾桓还是像从前做事不沾前顾后,她自己面子上也挂不住,善待贾正也是一样的道理,贾桓尽可能让贾正的晚年能够过得顺心。 还有就是尚在茁壮成长的贾桓,贾桓在她身上了,倾注了不少心血。 这对将来贾家复兴有着极大的意义。 说到底,贾桓能继承爵位,主要还是因为她一生俱来的烟火器,她生来就是属于人间的,注定要在人间蹉跎一生,然后成就他人的伟业。 正如贾桓的名字,她只是贾家不起眼的一环,最后隐藏在贾兰和贾宝玉这种天赋异禀的人的光芒之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